本案已经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十四条 下列土地不等为私有 一 海岸一定陷入那只土地 二 天然形成之虎则而为公共虚用者 及其沿岸一定陷入那只土地 三 可通运之水道及其沿岸一定陷入那只土地 四 城战区域内水道虎则 及其沿岸一定陷入那只土地 五 公共交通道路 六 矿泉地 七 瀑布地 八 公共虚用之水源地 九 名胜古迹 十 其他法律禁止私有之土地 前项土地已成为私有者 得依法征收之 符合项列前行之一者 不受第一项第九款规定之限制 一 日据时期原属私有 台湾光复后登记为公有 依法得赠予移转为私有之名胜古迹 二 公营事业机构及行政法人 有经营或使用古迹土地需要 并经中央文化主管机会认定 古迹土地移转为其所有 可助于古迹保存及维护 宣读完毕 单独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没有文字修正 我们决议土地法第十四条条文修正通过 Born 毕举 鸣 c Depot 对 医院 眼 第一 大家 Vi